内地春节假期结束 北水本周将重回港股 一月份官方及非官方BMI 采购经理指数 数据亦会出炉 展望后市 恒指须已连升六周 且持续络得超买 专家仍看好中期走势 预期十二个月内将重上三万点 AEI港股比例指数收报22608点 较恒指上周五收市22688点低80点 恒指夜期上周五收报22660点 跌5点 低水28点 恒指及国指已双双连升六周 恒指足及去年三月高位 国指则属去年六月底以来最强 随着大市持续上行 恒指九天爱晒 相对强弱指数 以攀底86.3 国指九天爱晒 亦达83.8的两年高位 皆处于80超买区之上 不过 对冲基金Rilsey瑞首席经济学家洪浩指出 恒指恒好处于850周线为止 回顾过去60年 恒指仅三次失守该周线 分别是1970年代全球滞涨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今次属第三次 洪浩认为 恒指这次很大机会成功突破850周线 对后市而言是非常看好的讯号 他预计 大市十二个月内有机会触及三万点 职教现价有三成上升空间 恒指对上一次高见三万点 已经要数到2021年初 本周为港股期结日 随着以古农历新年长假后今日服事 户港通及深港通也会重开 北水章重林港股 除美国议色外 本周市场焦点为多项中国经济数据 包括去年12月份工业利润 1月份内地官方制造业 非制造业及中合BMI 均于周二出炉 1月份财新制造业BMI 也将于周三揭中 1月份财新服务业BMI 及中合BMI 则于周五公布